冰冰队员 跑到手面之外 自己本上中圈弧 第一个队员都退到中圈弧的后面 这是少有的现象 全体球 八五安纳 八五安纳的突破能力是很强的呀 咱们现在连唯一的一个单剑车前锋都没了 可能现在变得所有的队员全都退回到中场进行防守 四个后卫 加上咱们说不要前锋了 四五一变成一个就打一个四六零了 前面一个前锋都不要 全回来放手 很多的球迷在焦虑部内都是非常的兴奋 在这周末的夜里能够看到中国队至少现在打到75分钟 率先取得进球一比零领先的确是令人震奋 如果中国队最终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应该是咱们中国国家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虽然是友谊赛 因为咱们战胜的是世界冠军 虽然在那次世界冠军当中 现在所胜着的球员的不是很多了 看这球危险 自己摔倒了 法国队围着中国队在打 都是两个队员扑着一枪手边堵枪眼了 这在咱们可能回到各自纪录部 代表纪录比赛 这种咱们说这种拼命精神 是吧 这种拼搏精神都是很少有的 但是代表国策这些球员可能在说 这种国家的荣誉感 为国出战则无旁贷 那现在边路啊 特别右边路 你看85安娜上来之后 明显这个进攻的口子被撕开了 85安娜连选好几次 在这个位置形成了突破 现在国家的完全属于防守状态 危险啊 即使中国队没有这个进球 应该对中国队今天的表现 还是给予肯定 对啊 打到78分钟了 还现在14多分钟 法国的心态也来一局 现在中国队员的思想越来越统一 从一个防守状态 现在就完全变成什么 就是完全我跟你拼死了 就是拼到底 也要保住这一个球 所以现在的这个比赛场上 这种场上的局面呢 已经看不出是一场热身赛了 可能就是完全是为了这场比赛而争胜 虽然它是一场热身赛 中国的要保持这1比0到最后 看能不能坚持住 如果坚持住了 那就是战胜 咱们说前世界冠军队 也是中国队的一个历史性突破 因为这种国际A级赛事 像它能够给中国队在世界排名增加多少积分 这都是没有什么太多值得关注的 这个更多值得去收获的是这场比赛 中国队所学到的所体现出来 包括他所展现出来跟以往不同的这种精神面目 宝礼 进去湖顶啊 又有远射的机会增成再一次成功的扑救 吉尼亚克的射门 你看刚才最起码有三个队员啊 站在新加湾这个身前来封阻他的射门路线 这法国队 他现在让很多原本是正印的中锋的人选 就必须拉到边路 去打边风 打边前卫 看河阳换的位置应该是把他的队友啊 来皮肤赛打的还得换下来 打的右边后 河阳也可以打边后也可以打中锋 我觉得做的不错 中国队还是用这种人海的战术向上风阻 突然转移到右路 拿球又没有拿到 所以有成名在这个跟我们交流在问 就是今天下半是加拉包括中国队 再加上像刚才雷维埃停球这种失误 会不会跟那个皮球太飘了 速度就是不好掌控有一定关系 应该说多少还是有些这方面的原因 崔鹏换下 应该换页的是杨迅来于辽宁队的杨迅 这个队员呢在封建上的现在辽宁队啊 这个封建人选不是很多 可以说呢如果杨迅受伤了 那可能连封队的现在连封建前锋都没有了 但是他就是因为他在队中啊 咱说他的作用太明显了 现在使辽宁队呢目前打到这个上半段 这个中高中阶期之前啊 现在排名第二 东部队断球打反击 也是杨迅的也是 今天杨迅队打进球最高的 看看法国队在最后的这段时间啊 换上的这些队能不能抓住机会 也是打进一个进球 很高了 巴尔维纳这角色穿的比较高 这东梅雷克他这个换人 属于这种人海式的换人 就是一下把整个前锋线 完全就都换的 这个是一杯的新用球呢 确实比较轻轻轻轻走得快 但是现在这个 把足球的这种发展趋势 都是鼓励进攻的 虽然给守护员 给防守带来一个难度 只要是在进攻当中 说白了这款球能够 造成更多的进球 增加这个足球比赛的 这个欣赏价值 我觉得那他这两球 是这么换的 是值得的 其实法国队啊 中选场人才积极 对面那个完全有多种选择 外围又是一招升门 增成侧身的步就 第二笔的一招打门 他完全可以把 李贝里再拉回到右路去打 因为李贝里的能力啊 是不容置疑的 就你把他摆在左路 摆在右路 他的威胁都很大 就把左路让给马路打 关键现在是 谁来打这个中间的位置 比赛第一次 就打的质量也相当高 登陈啊 就说也表出 2.5分别的贴力能力 把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后 你还记住那边强点 法国队都基本能够 抢到第一落点 如果最后的比赛 法国队输入给了中国队 可能他最后一个人在做 想来拿咱们找自信 想让咱们拿 拿咱们找到更多的 这个进球的感觉 那他真是这个选择选择错了 说实话 今天跟中国队的交锋 练 练的就是法国队的进攻 如果想跟中国队交锋的时候 法国队去练一下防守 中国队还没有达到 这种层级 但恰恰是需要你去练进攻的时候 面对中国队的这条防线 法国队是迟迟找不到破门的办法 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 赢这场比赛 应该高兴 但是也不足惜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种 在没有压力情况之下 进行的比赛 转化为在 先来看这个要求 转化为在这种压力的 背负压力的情况之下 也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到那个时候 中国队应该就是 真的像成熟迈进了一大步 注意外围的保护 直接凌空冲射 比赛胜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现在该高兴的好像并不是 中国队或者中国的球迷 真正高兴的是在世界杯决赛圈当中 法国队的这三个对手 看到法国队热身赛的这种表现 因为四场热身赛 算上这场跟中国队 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 如果最后输掉的话 一胜一瓶两负的热身赛的成绩 法国队 真正要是慢热的话 他就只能从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正赛 慢热起 你看那个很狼狈 所以你先往下解肥 踢都踢不出去 法国队现在也是 只说浑身的招数 是吧 他不是说流利了 现在是真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对于多梅内克来讲 如果这是第一场热身赛 他可以选择大批量的去换人 现在对于多梅内克 请不吝点赛